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三年来投入了近三千五百万优化环场步道 儿童游戏场及各运动场地地平及照明更新 改善后的运动环境让使用民众很有感 专心的挥拍击球 这里是软软运动公园网球场 在进行地平及照明设施改善后 整个球场环境患然一新 让球友搭战很有感 已经使用育20年的软软运动公园 设有直排轮溜冰场 网球场及篮球场等 为了提供民众更好的运动休憩活动空间 在立法院蔡适应协助向中央争取补助 一千九百四十五万元 及基隆市政府致筹一千四百五十八万多元 依序进行环场步道 儿童游戏场及各运动场地地平及照明更新优化 希望提供民众更完善的运动休憩活动空间 这个的场地基隆有时候常下雨 所以地平是需要整理的 那这一次的启用是针对球场的地平跟灯光的改善 因为这边尤其在晚上的时候 不会干扰到旁边的住户 所以喜欢运动 尤其白天上班 晚上回到这边运动 是最好的一个场地 长期争取软软运动公园 优化了当地市员呼吁爱好运动的民众多多利用 并期待在多雨的基隆能争取设置更多风雨操场 本身是篮球很重度的爱好者 所以这个场域其实我昨天才在这边打过 那这个地平翻修完毕之后 跟我们球友来聊天 都觉得非常的好 那包含旁边的网球场 其实因为网球设备 其实最重要是夜间照明 恩典也在这里期待 我们基隆多雨的天气 那往后再继续努力 能够争取这个风雨操场 让这个冬天我们多余的天气 更多的人能够来使用 蔡适应者强调这是第一阶段改善 未来如果有机会 将规划增加风雨球场的数量 让基隆市民不受气候影响 随时享受运动乐趣 这是第一阶段 那我想适应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也许我们要增加 风雨球场的这样的一个数量 虽然目前我们在各个学校 很多学校都已经有风雨球场了 或者在很多学校都有所谓的儿童游乐园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甚至已经做到风雨 半风闭式的方式 但我希望像轮轮运动公园 是全基隆市最大的运动公园 也是唯一的一个 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地方 增加更多的半风闭式的建筑 让各位民众 即便在下雨的期间 仍然在这个地方 能够很顺利的来做运动 请起用 大家早上鼓励 市立体育场方面表示 这一次整修除了解决过去场地 不佳的问题 连周边厕所都大幅改善 金融市政府会加强管理维护 也呼吁民众共同爱惜使用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中华国际儿童体势能推广协会 和崇佑影艺科技大学合作 在金融车站南镇二楼成立儿童体势能推广协会 由协会理事长江敏南 崇佑科大董事长林金水 立委蔡世印 议员郑文婷共同揭牌 小朋友在教练指导下 开心的在体验区活动筋骨 小小孩不适合激烈运动 有专属的区域 一旁有教练陪同 家长也比较放心 刚刚的那个跳跳跳 主要可以训练他们的腿部肌肉 那腿部肌肉的话 在任何做任何运动的话 也会比较不会受伤 那平衡路的话 就是在训练小朋友的平衡的动作 中华国际儿童体势能推广协会 和崇佑科技大学合作 在金融车站门站二楼 设置儿童体势能推广协会 联合推广中心 特别邀请了立委蔡世印 和市议员郑文婷出席 希望一起关心儿童健康 主要来看他们的整个的教学环境 那另外一个就是来参加 中华体势能儿童推广协会的 基隆推广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成立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市议认为说 随着少子化的关系 那小朋友的体势能其实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目前基隆是在我们每个行政区 都有推亲子馆或者是祖孙馆 那我认为说如果可以把儿童体势能的这个部分 在纳入的话 对于小朋友的学习成感会更有帮助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中华民国儿童体势能推广学会 他们愿意来基隆成立我们的推广办公室 那以及跟成欧大学来做合作这样联合推广 那我说我基隆特别来这边 那除了感谢他们之外 未来如果有机会来接任基隆市市长的话 我们会把儿童体势能的这一项事情 当成是一个综合的任务 尤其现在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是在关在家里室内 那如果透过适当的体势能的一个训练 让他们的肌肉的伸展 达到身心灵的一个平衡 那对他们的脑力智力的发展也是有帮助的 那尤其今天开幕的这个 SuperKid这一个体势能中心 其实他们主要的教学系统是导入水势能 也就是说其实小朋友从出生 他们就是习惯在水的环境底下 而基隆又是一个海港 过去我们的孩子在游泳项目是全国顶尖 那如果可以在水势能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系统底下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更习惯更亲近水 让他们得到各方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发展 我相信对他们的脑力 还有他们的智力都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台湾面名少子化 儿童科业压力大 运动量普遍不足 根据统计 超过八成儿童 运动量远低于国际平均 从幼乙英大学 在占尽这个大学社会责任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 那我们之前也做过 那个像运动爱台湾 这次我们就以中华国际体制人协会来合作 办理这个幼乙体制人的教育 尤其儿童体制人跟水势人 这一块我们是在跟中华 儿童国际协会来一起合作 希望把这个儿童的体制人的教育 把它深化 那我们之前大概比较对这个儿童的体制人 比较没有概念 那我们就用这个协会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来达到更好的这个儿童的运动 我们对小朋友的课程 我们是透过体操跟游泳的项目 让他们学习运动 那体操有平儿木 单杠 弹跳床 对小朋友练习他们的平衡感 他们的感觉同合 基隆过去缺乏儿童体制人推广 这次透过产学力量合作 希望让孩子们能够玩得快乐健康 身心得到均衡发展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中秋节快到了 台船金融厂员工职服会 连续14年向创世订购 秋节柚子礼盒赠送给同人 希望协助因受到疫情冲击 捐款及物资都呈现雪崩式下滑的 创世金融分月 能有经费持续照顾职务人 台船金融厂职服会主委 蓝许青将一箱箱柚子送到同人手中 祝贺中秋节快乐 这已经是台船金融厂连续14年向创世订购秋节礼盒 今年购买了410箱柚子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大环境 不过台船方面还是坚持这项公益活动 希望在感谢同人洗脑的同时 也能协助弱势并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今年也是跟创世合作第14年 连续的第14年 所以大家在配合上面都很好 因为我们机动场的所有的员工也非常有爱心 所以持续的在做这一件有公益 有一些爱心的活动 我们也因为希望说借由这次的活动 能增加一些我们创世对植物人的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也在这边也要呼吁 我们所有的各企业能够一起来做一个响应 分院代理副院长表示 金融分院目前共照顾46位植物人 光尿布一年就需要17万片 不过受到疫情冲击 不但物资与捐款雪崩是下滑 物价上涨更导致照顾成本提高许多 幸好有台船方面坚定的力量支持 让他们相当感激 那我们植物人的服务是不能够间断 所以必须持续下去 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台船的基隆厂的福利会 然后我们的蓝主委 就是预购了我们中秋的柚子礼盒 那就是帮我们订了410箱的柚子礼盒 然后送给同仁这样子 那让同仁就是回家的 就是中秋节团圆的时候 还可以带着美食 回去跟家人分享 那也可以就是做一份爱心 创世方面强调 植物人安养照顾不能停 呼吁社会大众帮忙 每月定期捐助1650元 或随喜乐捐皆可 协助植物人家庭让爱延续 台船送爱 保佑植物人 记者张祁腾 基隆报导 有民众经过基隆明的一路 看到有一位老先生双脚跪地 用爬的过马路 远景到现场询问发现 这名老翁独居 没有家人 出门采买 体力不支 才会用爬的过马路 索性没有发生意外 民众开车等红绿灯 但远远前方居然出现一个黑影 绿灯起步 慢慢往前开 这才发现竟然是一位老先生 四肢着地 正在过马路 而这画面看得令人心酸 路上骑士和车主纷纷避开 就怕不小心撞到他 屁股这样撸着 撸着前进 很危险 没错 人家会扭着 本所于111年8月22日 14时 结果民众 发言说民德一路往刺激方向 有一名老翁 更热在路边需要本所协助 本所每次要派同人前往了解 该名老翁继助于本辖内 老翁年纪已大及行走不变 加上敌日消耗坡度 所以才会跟在路边休息 本所援警很热心的故纵 该名老翁返回住处 警方初步了解这名老翁 是附近一家木材行的长工 没有结婚 也没有儿女 退休后由雇主安排住处 生活还能够治理 只是这次体力不支 用爬的过马路 让人看得相当不舍 记者 黄绍民 基隆报导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杯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取习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杯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各位朋友请注意 土地如符合地价税自用 及减免规定者 请记得于 9月22日前提出申请 错过要再等明年咯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 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下末秋凉好时节 团圆动剧赏月圆 红式甜品 其分享 欢度佳节好时光 月圆人团圆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又等你来看 位在中山区中和路的 副都新城社区 因为自然水管老旧 加压马达 因为爆管而空转 导致美户住家公用电费暴增 金融市议员张炳君 就联合了立委菜市应服务处 一起会刊 推动由水公司主导的 老旧高地社区 用户加压 售水设备改善计划 来进行改善 位在中山区中和路 副都新城社区 居民拿出电费收据表示 因为自然水管老旧 加压供水经常爆管 加压马达空转 导致美户住家电费也暴增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反映 张炳君也联合立委 菜市应服务处 和中和里长苏彩雪 一起邀请台电 和当地居民代表会刊 将尽早推动由水公司的 老旧高地社区用户 加压售水设备改善计划 来进行改善 那因为我们刚刚台电 有表示 就是因为我们的马达 这边常常出现空转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电费才会提高 那因为其实复都新城 一直都有高地供水的问题 那我们也感谢 蔡市应立委 跟我们素材学习里长的协助 那我们也会尽快 把我们高地供水问题 处理好 未来就不会再有 马达空转的问题 也可以来保障我们的用电 可以正常化 附都新城社区因为水管老旧 爆裂漏水 也衍生路基掏空 以及其他用水问题 希望借由推动水公司改善计划 由水公司和社区住户 各自负担一定比率的改善经费 尽早推动改善计划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中山区通人街上 有施工中的建案 不过当地的居民 担心混凝土车和吊车 会压坏路面 而影响到当地的交通 基隆市议员宋伟利 接获反应 特地邀请相关单位 办理会堪 建商代表野道场 共同寻求改善的方法 基隆市议员宋伟利 拿出混凝土车经过 以及路面军列的照片表示 当地居民就是担心 这处建案有大型混凝土车 和吊车进出 恐怕压坏通人街路面 而且影响到当地交通 因此特地邀请 主管单位市政府都发处 交通处 以及四分局等单位一起会刊 建商代表也出席参加 宋伟利表示 虽然通人街允许 25吨重的重车进出 但是老旧的路面 恐怕承受不起重车碾压 是否可以商请建商调整 建商代表则表示 他们的重车符合重量规定 不能因此就说 他们的重车压坏道路 问题现在你看的 我当时也给你看到 都是在25分以下 你如果说25分以下 会压到这个东西压坏 那不是我们的问题 是路基的问题 不过出席的四分局警方表示 像是吊车这种重车要进入通人街 他们确实查到没有申请需要改善 独发处和交通处官员 也希望建商要符合规范施工 并且敦亲牧林重视地方意见 因此会刊后 市议员宋伟利也希望市政府主管单位 可以依法监督建商的施工行为 保障当地居民的权益 居人里这边的很多居民 都打电话来说因为有重型车子 南马共车子还有吊车 然后经过他们这条巷道 那这个通人街这个地方 真的是路负非常的小 那最主要他们都是上下班 上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施工 南马共车上去 使得整个交通整个打劫 然后想要去上班的人无法下来 然后也没有什么溢交的指挥人员 就是说希望能够避开这上下班的时间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路面因为已经老旧了 那经不起他们这个重车的压 就是重压 那还有最主要他们的吊车 也是从这地方 虽然他们的南马共车是25吨 符合标准 但他们的吊车并没有申请 所以说合理的质疑 我们现在路面整个凹凸不平 我想就是因为他们来压坏 然后再加上民众一直打电话到府处说 我们的民房已经是老旧了 最近一直在归列 是不是跟这个重型车子通行有关系 所以说希望我们的杜发处能够站在一个监督的角度 能够多关心我们这些民众 那希望厂商也能够跟当地的旅长 能够讨论一下 是不是避开上下班的时间 也有居民反映 重车进出以及建案施工 甚至影响到他们房子也均裂的情况 宋伟丽也请居民向礼办公室附上照片登记 再由市政府协调请专业单位鉴定 是否和建案施工有关系 请建商要负责修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你有吃过桂花香气的绿豆碰吗 基隆在地烘焙业者将八月桂花香的感动推广出去 将桂花融入绿豆碰内 另外寻求创新 业者在烤月饼的过程中还加入了奶香 让蛋黄酥吃起来绵密香浓 因为我很怕胖 所以我跟你讲不会太甜 然后味道很 蛋黄的味道很香 跟传统蛋黄酥真的不同 绵密淡香究竟秘诀在哪呢 在地烘焙业者也不藏私 答案在烤盘上 今年的蛋黄酥的奶香味跟酥度 还有里面的那个红豆馅跟蛋黄 都特别的改良过 今年的蛋黄也是比较软 然后呢 今年的红豆馅变比较不甜 那你可以吃到更多的奶香味 跟那个蛋黄酥的那个皮 是香气是跟以前完全是一不一样 是加两倍的味道 还有包着俗成黑筋的乌鱼籽 前年新创后就一直很受欢迎 今年整块乌鱼籽香气 从月饼内飘出 刚出炉的新滋味令人难忘 很清爽的乌鱼籽 而且吃起来不会很油腻 然后乌鱼籽的味道很香很香 然后你可以吃到乌鱼籽的味道 然后可以怀念那个 咸咸又甜甜的豆沙味 在里面的融合的口感 还有顾客一进门就问 你好 请问和牛绿豆碰还有吗 我们和牛绿豆碰卖完了 虽然已经完销 但业者推荐的最新可味 冬入桂花的绿豆碰 你知道绿豆碰在我们基隆 算是大家都会很喜欢的味道 然后绿豆碰在基隆 卖了非常多年了 所以我们在中秋节的前15天 都会做限量 就会出桂花版的 因为桂花跟绿豆沙加起来 其实还满搭的 有一种甜甜的香气 那桂花会放在你嘴巴里面 慢慢释放那个桂花的香味 特制的绿豆馅 加入处理过后的桂花 搓揉成型后 印上桂花两字才算大功告成 我喜欢绿豆碰 真的 业者挖空心思 创新可味 还要推险出新包装 抢攻中秋节月饼市场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肝机会保肝筛检活动 这一次到基隆 针对30岁以上的民众 免费做肝病抽血筛检 还有150位新语的早鸟民众 可以进行腹部超音波检查 呼吁大家要定期做腹部超音波 早发现 早治疗 免于遗憾 今年抽了没 好 今年抽了没 好 这个公益活动现场 有知名的主持人 侯昌明 并且邀请到艺人 杨浩威 张玉杰 公益现身 分享他们的护肝经验 并且感谢主办跟承办单位 推动这个公益健康活动 呼吁民众一起来顾肝 定期做筛检 早发现找治疗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我们发现很多的病人 我们每一年去做筛检 还是发现很多的病人 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病息肝 同时也在筛检中发现有恶性肿瘤的情况 所以我们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一直在推动说 一方面来做筛检 找出目前民众不知道自己有肝病的病人 一方面也请大家注意 你每一年都应该要去做 尤其是我们去年开始推动 有关四岁以上今年超人没有 顾操的运动 这个情况就是提醒民众 这是国病 有这么多的民众得到这样的肝病 现在肝病确实是可以早期诊断跟治疗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那我们知道肝脏 它有小问题的时候并不会呈现 而肝脏最敏感的检查仪器就是腹部超音波 那有时候症状一显现 肝脏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但是腹部超音波对于这个小病症 或是有小变化的时候 它特别的敏感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肝病防治基金会 部立基隆院 还有许许多多福人社的好朋友 然后爱心的捐赠这个服务 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从这一次开始 那配合市政府 配合我们基隆分地区的这个福人社 来一起来照顾大家的健康 那希望说市民全部一起来 那为了我们的健康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当基隆地区我们也是看到 我们十大使因肝病 也是在我们的第二位 那所以我还是要提醒 就是我们基隆地区的所有合乎 我们这次这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家 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母子的传染 这个都要再次我们要再提醒大家 那这次非常谢谢福人社 那还有我们在地 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前辈 我们一起有这样一个共襄胜举 大家常说肝是好的 人生就是彩色的 那今天我们福人社总监 陈汪泉陈总监特地带着甘心会 来到我们基隆 那身为基隆福人社的社友 那当然第一时间就要一起来共襄胜群 而身为基隆市市议会的副班长副议长 也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福人社 对我们基隆地区所有居民的照顾 这一次的肝肝脏检查主要是免费 那本来是一次要三千块 不过也是报名有限 所以未来希望说我们福人社也好 还是其他公益团体也好 可以跟属基合作 跟我们基隆市合作 来帮我们基隆的民众保护他们的健康 保护他们心肝的健康 这次的公益活动感谢了许多单位 尤其是甘机会 国际福人社许多爱心志工 出钱出力 在现场进行各项服务 获得民众的感谢 他们希望提醒民众 定期抽血跟腹部超音波检查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以达到根除台湾肝病的目的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中秋节快乐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行…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佳宽屏吧 中佳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怎么这样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快换中佳宽屏吧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佳集团关心您 6 10 11 11 12 11 15 感谢观看